原标题 在中国有着另一种人生 比如这篇文章的主人公西尹文子 就是一个被战争戏弄了的日本女兵 也是一个在爱情里自我救赎的日本女子 1943年 日本面临的战争局势急转之下 为了强压应付 军部在国内展开了疯狂的征兵模式 无论是青壮年还是妇孺儿童 当时刚满16岁的西尹文子 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强制送到了中国 担任战地化务员 然而疯狂之后 失败依然难以遏制 短短两年之后 日本就宣布投降了 虽然不用再像以前那样 整着炮弹睡觉 但何去何从的问题 却成了西尹文子的大难题 日本宣布投降后 部队逃得逃散了在 像西尹文子这样无关紧要的角色 根本没 有人搭理 一番颠沛流离之后 西尹文子之身来到沈阳 靠麦香烟卫生 一个异国女子 无依无靠 浪迹街头 可想而知 西尹文子的内心有多崩溃 幸运的是 在麦香烟的日子里 西尹文子遇到了一位军人 名叫王永家 经常来买他的香烟 两人日久生情 渐渐走到了一起 鉴于西尹文子的日本人身份 很多人都反对这门婚事 但王永家心意已决 甚至不惜提前退伍 带着西尹文子回到了湖南老家 不过 安稳了日子没过几年 王永家就因为非结合而去世 留下了年仅22岁的西尹文子 带着女儿相依为命 两年之后 西尹文子又遇到了一个人 当地民政局的干部秦世仙 为了不让别人说三道四 秦世仙依然放弃了不少人垂涎的铁饭丸 带着七个一起回家种地 看来老天爷对西尹文子真是太好了 让他接连遇到了两个甘愿 为他放弃一切的男人 但是到了1968年 安稳的生活再一次被打破 原来西尹文子日本人的身份被人揭发 被打成了日本特务 丈夫和孩子们也跟着他糟了样 面对这些毫无来由的诬陷 西尹文子所有的自便都显得苍白无力 根本没有人相信他一个日本女人的话 但在这个时候 他的乡亲们站了出来 自从西尹文子嫁到湖南石门县以来 他的所作所为乡亲们都看在眼里 夫妻二人无欲无争 辛辛苦苦拉扯这几个孩子 跟乡亲们相处得非常好 更值得一提的是 西尹文子对甘菊的种植很有经验 一度带领乡亲们靠种植甘菊发家致富 所以当听闻西尹文子被批斗的时候 乡亲们都主动替他求情 为他作证 这才让他躲过了一劫 转眼到了1972年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 中日正式建交 掀起了一波日本侨民回国探亲的热愁 那时候西尹文子被警离乡已经三十年 他不知道家人是否还活着 更不 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找到他们 就试着给老母亲寄去了一封信 很快西尹文子就收到了回信 老母亲还健在 正急切地盼望着他回去 阔别三十年的骨肉 历尽生死波折 最后重新团圆 这该是一种如何的心情 1974年 西尹文子和丈夫秦 事先乘坐飞机飞往日本 见到了大哥大姐和年近八旬的老母亲 一家人抱头痛哭 女儿终于回到自己身边 老母亲当然希望他能留在日本 但是西尹文子最终还是拒绝了 他说 日本是我的故乡 但中国才是我的家 我应该回家 回到湖南后 匹文子成为当地跟日本友好交流的使者 继续为当地经济发展做贡献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